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一集 快递小哥拯救世界 主教大人 我实在不明白 无面者前几年 才刚刚在西面犯下滔天杀孽 教会难道 就没有对他进行惩处吗 那样的人 应该驱逐出去才对吧 努力适应吧 大主教也是 无可奈何 无面者固然行事极尽 但是论吉对圣光的信仰 他绝不亚于你我 甚至在你我之上 他是教会仅次于 极大传奇的强者 而且做事的能力非常强 是教会最为锋利的一把尖刀 对于他 就算不理解 也要忍让 可是 话音未落 忽而两人身后 传了一个欣喜的声音 说得真好 想不到在这一端肆虐之地 竟然遇到一个知己 看来 咱们还是能够合作的嘛 什么人 玛丽娜和罗万同时回过头去 只见一个身材瘦高的男子 一身洁白的圣袍 端正地站在房间正中 乍看上去 形容肃穆 简直是模板化的圣洁神之人员 然而 他的脸却像被什么力量 给强制抹除了一般 没有五官 只是纯洁的一片 无面者 罗万悚然而惊啊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你 您是什么时候 无面者身形一晃 出现在罗万身后 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 搭在罗万的肩膀上 摆出貌似亲泥的姿态 我在圣城的时候 曾听人说起过你 说你是圣光教 三十多个教区主教里 最大的窝囊废 你把年纪都活到了狗身上 现在看来 人虽然窝囊 倒也识趣啊 罗万听得是面侧帐红 枯膏的手紧紧握起来 强忍着 没说话 但一向是罗万如妇的玛丽娜 终于忍不住 无面者大人 您未免太无礼了 礼 无面者说道 圣光的意志 就是最大的礼 而我正是奉圣光的意志 而来的 说话间 无面者转动头颅 一张苍白扁平的脸孔 仿佛射出射人的光芒 哦 你就是本教区的圣女玛丽娜 我在圣城听说过你 人们说你是个污浊不堪的婊子 如今见面 我发现说得没错 污浊不堪 玛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服气 当你给贝德威尔那个异端 生下一头杂种的时候 你这句肉身啊 从内而外的每一个角落就都腐坏了 更可笑的是 听说你非但没有亲手杀的那个小杂种 反而将它养到了今天 无面者说着突然一拍手 啊对了 竟然说起了 那个小杂种在哪啊 我顺便清理掉吧 你找死 玛丽娜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 如果对方是针对自己乃至罗万 她都能够强迫自己闭嘴 但是女儿爱莲 无疑是绝对的逆临啊 圣女虽然不善作战 终归是高阶职业者 狂暴的圣光化作熊熊烈焰 不顾一切地爆发开来 瞬息间竟如烈日骄阳 都将自己跟整座龙城都陷入火海 对此 无面者只是伸出了一只手 火焰便被无形的力量 陡然束缚住 而后更是压迫回了玛丽娜的体内 半点也泄露不出去 玛丽娜娇去一颤 被这强大的反阵之力 震的是五内巨坟 当场便吐出血来 哼 竟然敢向圣光的使者出手 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一端婊子 无面者轻而易举地压制了玛丽娜的爆发 看来的确有必要斩草除根了 让我找找 那个小杂种在什么地方 玛丽娜颤抖着喊道 有什么手段都助我来 别伤害孩子 罗万也是劝道 无面者大人 玛丽娜只是一时冲动 请你千万高抬贵手啊 他是信仰坚定的信徒 当初只是因为年少不经事 被龙城城主迷惑引诱 偶然犯下错误 现在他一心向往圣光 和易端早就没有瓜葛了 但是 人犯了错 就要付出代价 就要付出代价 无面者饶有兴趣地抬起手 苍白的脸转向罗万 似乎在等他说下去 罗万看着重伤伪顿的玛丽娜 咬了咬牙 而且 玛丽娜毕竟是教区圣语 在此地人亡很高 若是随意打杀 对本地传教非常不利 你这是威胁我们 绝对不干 只是 陈述事实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随意打杀 颇有人亡的圣语 的确是不太好 而且圣光教真正的敌人 是布莱东龙族 我没有必要在杂鱼身上费力气 说着 无面者收回了压制玛丽娜的右手 玛丽娜只觉浑身一松 压力已经收去 但自己却半点力气也用不出了 非常难受 罗万心中则是巨石落地了 这个无面者看来 只是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作为新任裁判长迅速建立 在此地的绝对威信 果然不愧是教会最锋利的尖刀啊 行尸风格 实在是太激进了 好在 这难熬的第一关 总算是过去了 然而 就在罗万松懈之时 忽然听无面者又说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说话间 他右手五指一收一放 只听斯拉比声 玛丽娜的圣袍 竟被无形之力一分为二 露出圣袍下面 柔软风鱼的赤裸身躯来 你 玛丽娜羞怒万分 却无力挣扎 勉强伸手 遮住了私密之处 自是难堪之际 你说自己已经跟贝德威尔毫无瓜葛 不过 若是我在这里上了你 贝德威尔难道也能毫无反应吗 个人表示怀疑 罗万惊怒道 无面者大人 你这是要干什么 看不出来吗 我要强奸这个女人 然后引出贝德威尔 让她自投罗王 听说 她因为手下两个新兵被捕 就敢突袭裁判所 那么自己的女人被凌辱 没理由不出手相救的 然后 我等她来 说着 她身形一动 晃到玛丽娜面前 高跳消瘦的身子 就压了下去 如乌云一般笼罩着玛丽娜 离我远一点 你这魔鬼 错了 我是此地教区的裁判长 圣光意志的体现 无面者依然是那冷淡的余调 一边说着 一边不容抗拒地伸手 向了玛丽娜 大主教罗万终于按捺不住 如此暴行 绝非圣光的意志 白金色的权杖向前指出 一道不容抗拒的分割之力 在无面者跟玛丽娜之间 绽放出来 那是圣光教神话传说中 先知曾用来分割大海的至高神术 如今罗万使用的则是其简化版 威力依然是不容小觑 若是正中人身的话 甚至能够直接撕裂一个 高阶中级的职业者 然而 无面者对此 只是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凌空虚握 罗万的权杖就轰然粉碎 整个人的胸口如被锯锤砸中 凹陷下去 鲜血狂喷 圣光的确没让我这么干 无面者点点头 不过 他也没反对嘛 说话间 他身形向前一叹 女子屈辱地别过脸去 对眼前发生了一切 已经无力反抗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 你好 我是水战派来送水的 请问有人吗 哎呀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二级 不怕 不怕 水战送水 听到门外那个突兀的年轻的声音 污蔑者微微一愣 在他的感知当中 门外的确站着一个身穿防风陡棚的年轻人 肩上扛了一个巨大的沉重水土 包括 也倒不奇怪 龙城作为布莱东尼亚首居一指的大城市 配套硕士建设呢 远非其他城市可比 城中有专门的水战 由专人将龙城以北的高原冰水取来 再送货上门 供给城内的权贵富豪们引用 而圣光教的大主教和圣女 自然有足够的财力 能够享受送水福 送上门的杂鱼 无面者的注意力被门外的水工吸引了一下 暂时放过了玛丽娜 站起来准备清理掉那个水工 然而脑中转念一向便更改了主意 因为他忽然发现 屋内的场面似乎相当别致 一向私交亲密的龙城大主教与圣女 衣冠不整 圣女根本是全身赤裸地 躺在大主教的私人房间里 这个场面要是让外人看到传播出去 似乎也挺有意思 自己此行前来 毕竟不是为了针对玛丽娜跟罗万这样的小角色 强奸也好 所有手段也好 都是为了贝德维尔 让这两个人身败名裂 对自己的计划无疑是更为有利 也罢 就便宜了这条杂鱼吧 无面者微微用力 身形一闪而逝 而与此同时 玛丽娜 大主教罗万身上的血迹也飞而飞了 罗万更是身不由己地腾空而起 圣袍在半空中四分五裂 然后赤身裸体地落在了玛丽娜身上 两个人摆成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姿势 而且都是浑身酸软地动弹不得 抱歉 玛丽娜 我 大主教罗万尴尬得生不如死 玛丽娜也不知如何是好 而就在这时候 房间的木门终于被推开 一个年轻的男孩 扛着巨大的木桶走了进来 主教大人 我是来送水的 哎哟 真是让人大包艳福啊 玛丽娜是羞愧难当 勉励喊道 你 放下水 赶快出去 出去 现在出去 留下你给无面者生孩子 宋水公一边说着 一边除下帽兜 露出一张东方人特有的脸孔来 脸上带着淡淡的 胸有成竹的笑 玛丽娜一惊啊 你是谁 玛丽娜女士 初次见面 我叫王露 之前呢 我家琉璃仙师妹 跟白诗玄师姐 多亏你照顾了 我 露 口中喃喃重复着 这略显别扭的读音 玛丽娜心中一动 你也是龙城卫士 算是吧 玛丽娜叹了口气 虽然仍是羞义难当 心中却是一环 既然是来自龙城 至少不会发生最差的情况 你是 王露 比出一根手指 噓 别说话 咱们准备走人了 说着 她将肩上木桶给打开 露出一道漆黑的漩涡来 玛丽娜和大主将罗万 无可抗拒地被漩涡给吸了进去 然后 无声无息 王露将木桶重新封上 然后 戴上兜帽 重新扮回了送水宫的角色 她 停了一下 然后大声喊起来 抱歉 抱歉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 不对 我什么都没看到 夫人再见啊 然后 便狼狈地冲出房间 扛着沉重的水桶 一溜压地跑出教堂 而在教堂的上空 无面者有些疑惑地感知着远去的宋水宫 心中略微涌起了异样 下一刻 她身形闪回了大主教罗万的房间里面 只见 仙剑被她制住的两个人 已经消失不见 果然是有人来营救了 龙城嘛 也只有龙城呢 这一手玩得真漂亮 出乎我的意料啊 值得再赏 下一刻 她的声调变得无比的阴冷 天赐良机 我就笑纳了吧 与此同时 扛着水桶一路狂奔的王鹿 也笑了 这天赐良机啊 回到龙城军营区以后 王鹿竟是来到自家的卧室 将水桶放下 水桶打开 大主教罗万 圣女玛丽娜 穿着平民的服装走了出来 那水桶是王鹿用戒子袋修改出来的 里面早就放好了替换的衣物了 玛丽娜出来以后 开口便万分焦急啊 爱恋她 放心吧 她是我第一批救出来的 现在正跟小琉璃玩游戏呢 就在旁边那个房间里 玛丽娜一震 随即果然听到旁边传来女儿的欢笑声 心中唯一也是最大的担忧 烟消云散了 而心情大起大落 令她倍感疲惫 她眼前一阵悬晕 就要立足不稳 夫人请坐吧 主教也坐吧 网络一伸手 卧室里的两张座椅便自行挪到两人身后了 落座以后 大主教罗万沉声问道 贝德威尔在哪里 在她看来 这个胆大包天 却有千军一发的营救行动 自然是贝德威尔的手笔 无面者出现得太过突然了 全无征兆 就连本地圣光教都没有做好准备 这座城市里面 也只有贝德威尔才能够赶得及救援了 哪知 王露摇了摇头 我不是奉贝德威尔的命令去救人的 贝德威尔根本就不知道刚才的事 罗万目光一凝啊 那你是奉谁的命令 王露伸手一指门外 他啊 说话紧 房门打开 一位金发闭眼的少女 缓步走来 正是阿雅 网路无效 说下来真是吓人一跳啊 几个小时前吧 我们几个正打牌呢 忽然那家伙头上 弹起一处呆毛了 他脸色一变 说什么强敌降临了 然后呢 就把我赶出去救人了 想不到还真救了你们两个呀 具体的原理呢 你们还让他讲吧 我也是奉命行事 网路解释完 便将位置让出给阿雅 谁知道 大主教罗万忽然从座椅上站起来 勾罗的身体剧烈颤抖 两串热泪 滑落脸颊 圣女大人 圣女大人是你吗 罗万是老泪纵横 跪倒在阿雅面前 想不到啊 想不到我竟然还能见到你 盛光慈悲 盛光慈悲啊 阿雅也是惊讶万分 你 你这是 我并不是什么圣女啊 罗万却坚持 我绝不会认错的 真德大人 你就是圣女 真德大人啊 一边嚎哭 一边跪在阿雅面前 不肯起来的 阿雅茫然无措地 看向了王露 王露想了想 伸手在脖子前面一划 事宜杀了这个老糊涂 阿雅是怒目而逝 网路转开了目光 千万 这到底是 阿雅不得不求助于玛丽娜 而玛丽娜也是惊讶万分地注视着阿雅 果然好像 简直一模一样 玛丽娜惊叹不已 然后小声地解释 八十年前 大陆西部曾有一位少女 带领人们反抗一个堕落的教区主教 那个主教勾结邪魔 权势滔天 但那位少女 却以神圣的力量 粉碎了所有的堕落者 然而最终 因为教会高层被那主教蒙蔽 派出传奇强者出手 将他击杀 后来真相大白 教会毁着婉翼 他虽然被追授至高圣女 可惜人死不能复生 他的画像 在教会高层中曾有流传 与你一模一样 而罗万大主教 曾经是他拯救过的圣光的子民 阿雅不由得失效 八十年前 他已经身在九州了 带领人民反抗堕落主教的 丰功伟绩 当然不属于他的 不过 一个身材相貌 和他一模一样的少女们 果然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然而 现在 却不是关心陈年往事的时候 不面者是相当可怕的对手 阿雅开门见善 这一次既然是他出名 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 全力以赴 是 一切遵从您的指示 阿雅话音刚落 大主教罗万就已经斩钉截铁地 表明了立场 阿雅失效 刚想辩解自己并非那位圣女贞德 罗万却抢先说道 或许您已经不记得生前往事了 但我曾经向您启示 将如侍奉圣光一般侍奉于您 只要您的意志 我将无条件执行 不惜一切 阿雅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脑中却传来王鹿的传音劝说 行了 这不是挺好啊 多了一个主教级的脑残法 总比多一个心怀二心的老狐狸要强了 阿雅沉默了 现在的状况 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因为对手是无面者 老朋友了 在阿雅还是骑士王的时候 就曾与之交过手 那一次 他的力量远远凌驾于对手之上 象征王权的石中剑开天辟地 令山岳崩催山河断流 就连传奇强者也难以应应其风 而那时的无面者 甚至没有越过高阶的门槛 但是那依然是一场苦战 对手形势诡决难测 而且不择手段 毫无人性 他可以凌辱虐杀不足十岁的幼童 以激怒对手 令其自投罗网 也可以化身女子 于颠缠捣缝之际将对手暗杀 总之 正面力量的优势很难转化为盛世 最终 阿雅是在诸多同伴的帮助下 才将其逼上绝路的 以石中剑 消首碎尸 只是 一百多年过去了 无面者竟然还活着 而且力量比以前更强大的 那又怎么样 听着阿雅在原神中的陈述担忧 王禄不以为然 少言次又没有我 阿雅心中有些好笑 但是也有些温暖 不要轻敌 对手是非常善于玩弄人性的恶魔 王禄怂了怂肩 问题是 我根本就没有人性供他玩啊 我是兽性驱动的 阿雅无语啊 阿雅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三集 人头雪花 又到了龙城大教堂 每十日一次的集会时间 集会期间 除了最低级的见习牧师之外 龙城内大小数千名神职人员都要集合起来 在气势恢弘的大教堂内 聆听主教传达圣光的意志 布置最新的任务 圣光教在龙城 势力非常大 单单是摆在明面上的牧师团队当中 就有数十位高阶职业者 其中大主教罗万是高阶中级 可以折合成援英上下 而同一级别的另有七八个人 而中阶职业者更是数以百计 这么多的牧师结合在一处 共同吟唱赞美圣光的诗篇 虔诚的信仰之力 经过主教的牵引 会让大教堂内的圣光冲天而起 宛如贯穿天地的神剑 这一幕 每隔十日就要发生一次 但是每一次 仍会让看到的人心识神往 这是大主教罗万 在几十年前就定下的规矩 要以这种日常性的典礼仪式 将圣光的烙印 不断地刻印在人的心里 至于效果吗 从这几十年来看 数量十倍上涨的信徒 也能看得出来了 身穿灰色长袍的彼得 从天明以前便开始忙碌起来 作为教会的中阶牧师 若是放到其他地方 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小乡镇的主教 权倾一方 然而 在龙城教区 如他这般的神职人员是数以百计 中阶牧师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 幸运的是 他得到大主教罗万的关注和看重 比那些大众脸要前途光明的多 那是在十年前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大主教寻查牧师们的宿舍 年轻的牧师们 宿舍里面大多是一团糟 唯独彼得将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 这一点 给大主教留下很好的印象 之后几年便逐渐交办一些细索的杂物 彼得每一次都办的是漂漂亮亮的 毫无疏漏 所以现如今 彼得已经可以负责 承办每十日一次的集会会晤工作 听起来简单 但是要将数千人安排得井然有序 也是很考验能力的一件事 彼得从天明以前 就和大教堂内的仆宗们开始准备了 总算在集会前开始了一个小时 将所有工作都准备就绪了 然后 他就耐心等待着越来越多的牧师 从四面八方云集过来 共同等候大主教的降临 按照常理 他会出现在广场正中 首先吟唱赞美诗 牵引信仰 激发圣光 令圣光的神剑直观苍穹 而在这项典礼内容之后 则会安排接下来的十天的工作 彼得就站在大主教讲话的高台旁 安静地等待着 然而 直至时间已经超过了约定时间了 大主教还是没有现身 竟然迟到了 彼得心中一惊啊 几十年来 除非圣城那边有特别的任务 使大主教无暇分身 否则 他是从来不曾在集会上迟到了 难道说 彼得向身后的一个牧师 使了个眼色 要他前往大主教的卧室里面一探 但是 他还没布置完任务呢 就忽然感到广场上 气氛有些异样 但转过头来 彼得惊讶地发现 大主教往日所站的高台上 不知何时 竟多了一个人 一个身材高瘦 白袍圣洁的男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 那个人脸上竟是一片空白 没有五官 看起来阴森恐怖 令人不寒而栗 彼得第一时间想要发出质问 但却发现 自己根本就张不开嘴 更发不出声音来 显而易见 广场上其他人也是如此的 否则早就该有人出面质疑了 这个陌生人 凭什么站在大主教的位置上 安静 无面人抬起手来 我是由圣城委派而来的 新任裁判长 在众人来得及质疑之前 无面者放出一道特别的圣灰来 这是圣城的证明 在场数千人 大部分都有足够的见识 辨识圣城的灰迹 见到的确是圣城所发的无误之后 大家也就放松了警惕 只是心中奇怪 一向低调不见人的裁判所 怎么忽然这么高调起来了 以前几十年 裁判所的审判官们从来没有出席过集会 这数千神职人员 八成以上甚至从来没见过裁判长康纳德伯爵 而教会为什么好端端的忽然要更换裁判长 更是不得而知了 我知道 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裁判长 从康纳德变成了我 而我作为裁判所 这一见不得光的组织的领袖 为什么要出现在 你们这群光明正大之人的集会上 简单来说 我是背负着神圣的使命来的 我需要改变这座城市的现状 许多旧有的规则会被打破 新的规则会建立起来 例如 从现在开始 我会代替原大主教罗万 行使教区管理权 希望你们能够认真配合我的工作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作为大主教的亲信 彼得更是惊讶的连手捧的经书都落到地上了 代替大主教罗万主持工作 这是什么路数 罗万作为龙城教区的管理者 已经有超过三十年了 期间兢兢业业 从不曾有大的疏漏 而如今年事已高 大部分人都认为 他会在大主教的位置上 一直待到退休的 圣光教的高级神职人员是终身制的 所以就是至死方休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新任的裁判长 要夺走罗万的权柄呢 而且就算找人取代罗万 也应该从本地的牧师当中提拔才对 虎视眈眈大主教之位的高级牧师 在龙城里也有那么十几二十个 每一个人都有继承的资本 再不继 也可以将教区圣女捧上去 至少他们的人望足够 而裁判所向来是行走在阴影之中的 怎么现在会跳到台前呢 因为龙城教区已经无人可用了 无面者做出貌似无奈的动作来 你们的大主教和圣女投敌叛变 盛程认为本地教区的神职人员 已经不可信了 所以唯有有我来掌控一切工作了 仿佛平地惊累 彼得只觉得眼前发蒙 心脏狂跳 大主教和圣女投敌叛变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 举目似望 广场上的人们同样是难以置信 纷纷投来震惊地目光 然而 无面者甚至令熙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自顾自地说 两个人的叛变 是受龙城城处贝德维尔的阴谋 贝德维尔狼子野心 企图利用从上向下的渗透 瓦解圣光教在龙城的势力 还好圣城的圣徒们明察秋毫 提前揭穿了他的阴谋 现在两名叛徒已经叛逃 接下来我们要永追穷寇 将叛徒和幕后黑手贝德维尔 定在火刑架上 简单来说吧 就是要发动对龙城的战争 发动对龙城的战争 彼得心中更是一紧啊 战争 这个词对龙城牧师们来说 已经太遥远了 所有人都知道 教会和龙城或许终有一战 但是所有人都觉得 至少自己见不到那一天 战争这种事赶早不赶完 我看现在咱们人员齐整 不如就现在出发吧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到底是打谁一个措手不及啊 不过这么多人 若是指挥调度不当 就只是乌合之中 所以我给你们备好了指挥官 污蔑者说着 将手一抬 大教堂前的广场上 顿时升起了上百道金光灿灿的人影来 彼得目光一宁 认出了那些金灿灿的身影 光明执政官 圣教专门为了讨伐异端的战争 而设计的傀儡生命体 没有真正的独立智慧 却拥有无一伦比的战争才能 光明执政官 可以通过对圣光的共同信仰 和数十名牧师建立精神链接 然后对他们每一个人 进行精准的指挥 巧妙地把握战场的每一处细节 是天生的战争机器 这种傀儡生命体 在大规模战争当中威力巨大 是不可多得的超一流的基层指挥官 圣光教向来视其为王牌 只有对付异常顽强的对手之时 才会出动的 如今竟然一出就是一百多个 规模不亚于圣战 放开你们的精神 我已经为你们分配好了 各自的指挥官了 皆是你们只要遵命行事就可以了 对付一端非常简单 广场上的牧师们都感到惊疑不定 这一早上 短短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令人应接不下 这位无面者的雷厉风行也实在也太 距离高台最近的彼得 见父亲没有人说话 想到开战的后果 不得不鼓起了勇气 见言道 裁判长大人啊 发动圣战事关重大 要谨慎行事啊 你是在质疑我行事草率 不敢 只是 只是这也太突然了 作为龙城教区现在的管理者 拥有圣城的授权 我发动圣战 无需征求其他任何人的意见 至于说突然嘛 无面者转过头来 不突然 难道让你们这些奸细 跑去通风报信吗 迎着那张苍白的脸孔 彼得只觉得心中的一切秘密 都无所遁形了 没错 他的确是龙城 安置在教会中的一颗钉子 龙城和圣光教 打了几十年交道 彼此的渗透 早就到了很高的层面 而他作为大主教的亲信 其实还不是级别最高的一个 两个势力 几十年没有大的摩擦了 这些钉子 从中斡旋 鞠躬甚微 他们不需要挺身而出 做什么大动作 只需要在日常运作中 不为人知的 在某处加一把力 就让事情能够发生 很大的变化 所以 他们的存在也非常的隐蔽 就比如 就连大主教都没看出 他其实和龙城有关系 然而现在 他的身份 居然被一个外来的裁判长 一语道破了 无边无际的恐惧 从天而降 笼罩在脑海 总之 既然要开战了 就先将叛徒清理一下吧 无面者挥了挥手 煞事件 彼得只觉得头上一热 仿佛听到了啪啦的一声 清脆的乍响 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同一时间 广场上 上百朵绽放于人头之上的 鲜血之花 那盛开了 龙城的早晨 繁忙而有序 商业区大大小小的店铺 刚刚结束了彻夜的狂欢 进行短暂的休整 不久后 又要紧张地开始新一天的征程 居民区的人们纷纷睁开轻松的睡眼 起身洗漱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此外 在街头巷尾 那些负责维护城市正常运作的工人们 则已经开始了辛勤的劳作 一如既往 繁华朴素的一天 即将拉开帷幕 然而 在大家还在抖擞精神睡意未消之时 火 天空一阵闪耀 一道夺目的金光从天而降 自云霄坠落 直贯落地 一时间 整座龙城陷入光的海洋 无边无际的光芒吞噬了万物 所有人都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仿佛置身火炉之中 认识多少睡意也都一扫而空了 不知过了多久 光芒这才渐渐消散了 人们睁开刺痛不已 泪流不止着双眼 在朦胧当中 隐约看到 天上似乎刺些一柄剑来 一柄贯穿天地的白金色长剑 恶然之中 一些见多识广的人 认出那柄长剑来 渐渐张大了嘴巴 不可思议地吐出两个字来 神才 白金色长剑 是圣光教发动圣战的标志 由上百名中阶以上 十名高阶以上的牧师 共同祈祷 召唤圣光一指 降下城界 一剑之下 足以瞬间毁灭一个城市 而方才那一剑 唯力并没有减弱 只是被高度压缩在了一个狭小的区域里 位于龙城军营区的一个堡垒范围 圣光教的圣战之间插在龙城军营区内 这意味着什么再明显不过了 所有人都预言 必将发生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大教堂前 数千名牧师组成的庞大阵力 共同吟唱圣光的颂歌 由此激发的圣光之力被高度同调 形成共力 引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神术来 一个小时前 他们还在准备迎接十天一次的集会 一个小时后 一场将改变布莱东尼亚战局的战争 由他们亲手掀起 短短一个小时 恍如隔世啊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战争 正如大部分人其实不相信 什么大主教和圣女背叛 不过 形势所迫之下 他们的相信与否 根本无关紧要了 这位新裁判长 用一百多人头血花 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 如今教会之中并没有太多秘密 几十年的和平相处 使得许多人都司空见惯 在教会当中 哪些人和龙城有勾结 不少人都心中有数 所以人们才会更加惊叹 新任裁判长 竟然会精准地拔出了每一颗钉子 这哪是心上任的长官呢 简直像是深谙内情的老手忽然跳反 而除了血腥的镇压外 裁判长恩威病师也翻出了令人鼓舞士气的底牌 既是圣战 我便有数着不尽的好处等你们来拿 战功贤贺者 要我亲自为你们开启通往人间圣地的大门 若有伤亡则三倍抚恤 同时这场战斗当中 我将永远冲在最前面 恩威病师 大家也实在没有不战的理由了 何况若是真能趁此机会将龙城卫士连根拔起 令圣光教一家独大也并非坏事 龙城的资源再多毕竟是有限了 两家分总不如一家独占 恍惚简 牧师们渐渐开始接受现实了 如果不可避免要战争的话 那就战吧 来自九天苍穹而降的圣光剑 一剑便击毁了龙城卫士最外围的核心堡垒 上百名驻守堡垒内部的龙城卫士 无声无息间便灰飞烟灭了 万幸 龙城卫士的作息时间严格 神才降落之时 正是堡垒卫士的早操事件 大部分龙城卫士 尤其是其中位阶最高的几个人 都从堡垒中走出来 不然损失还要翻几倍 饶是如此 面对从天而降的打击 龙城卫士们仍有些神思恍惚 这是怎么了 圣光教准备发动战争了吗 在龙城城内 然后要怎么办 几十年与圣光教的和平相处 使得人们的危机意识紧紧停留在表面 战争的突然爆发 完全打了龙城卫士一个措手不及 尽管这些接受严格训练的士兵们 依然在第一时间就纷纷做出了反应 拉响了警报 紧急集合 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是龙城卫士们的脸上 却大多浮现着茫然 战争就这么降临了 为什么 怎么会 与此同时 在军营区一处与世隔绝的阴森堡垒当中 贝德维尔在书房里面缓缓站起来 透过书房的玻璃窗 外界的乱象已经尽收眼底 同时那贯穿天地的圣光之剑也格外夺目 哼 终于来了 如果说还要谁 对着突如其来的战争并不惊讶的 贝德维尔当人不让 或者说 这一幕其实他已经期待很久了 为此 他已经做了太漫长的准备 那柄圣光之剑 其实是冲着他来的 威力之强 足以让他在毫无防备之时 将其重创乃至斩杀掉 不过军营内 不有龙脉法术 当遭遇偷袭之时 可以强行召唤一座堡垒 为其替身 替城主承受一击 使得圣光教的先发之人 因此失了准头 不过 圣剑在一击之后并未消失 数千名牧师的奇声送畅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维持他的形体 而在无数人惊骇的目光当中 圣剑缓慢而有力地 拔地而起 重新生成了半空 渐渐微微转向 开始酝酿下一次战绩 军营内 一些龙城卫士开始自发地反击了 威力足以贯穿城墙的箭矢 融化金石的赤岩火球 以鲜血为媒介的阴力诅咒 来自大陆各方的龙城卫士 各显神通 试图将空中的圣剑解离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圣剑的下一次落地 将带来数倍数十倍的伤亡 但是毫无章法的反击 注定是无用功 那柄象征圣光益智的圣剑 如同盗锤的陡峭山峰 在密集打击之下 坚固毫不动摇 它的存在等级完全超过了此时 犹如乌合之中的龙城卫士 就算龙城卫士的反抗 再密集十倍 也无动于衷 不过 也就在此时 贝德维尔出手了 他走出堡垒 化为乌云一般的巨龙 腾空而起 滚雷式的咆哮 在龙城上空回荡 龙城卫士 战争开始了 仅仅是一生战争的宣言 数千名龙城卫士心中 就如多了一根定海神针一般 迷茫与恐惧纷纷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坚定的战役 士气的转变只在一瞬间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群龙无首 龙城卫士的首领 已经挺身而出了 《卫亚荣誉出品》 第395集 罗莉串串香 下 贝德维尔化身的巨龙直冲天际 庞大的龙身与倒锤的圣剑竟不相上下 但是巨龙的灵活与力量 无疑要远远胜出 见到贝德维尔升空 圣剑似乎要转向斩机 但是剑刃才刚刚转动 巨大的龙身就绕开剑刃 撞向了剑身 圣光高度凝结的产物 在这一刻分崩离析了 令龙城卫士束手无策的圣剑 一击而碎 对付高等级的对手 没有祭出同样高等级的武器 贝德维尔的权力爆发 已经有了接近传奇级别的威力了 这准备不充分的神才 顿时告破 然而 龙城为什么还来不及欢呼 一变又圣 只见碎裂的圣剑之中 一道雪白的人影忽然显现出来 那人影在巨龙面前 犹如沙利一般渺小 但他手中却持着一柄 长度惊人的长枪 一枪就刺中了贝德维尔 坚固的鳞片 煞食融化裂解 被长枪使直冠而入 长枪造成的伤口 对于体型庞大的巨龙来说 犹如挣扎 但是贝德维尔却发出了 痛苦与愤怒的咆哮 龙身迅速把解 眨眼间就恢复了人形 与偷袭的人正面相对 贝德维尔一身戎装 解除龙化时 便换成了圆桌骑士的武装 而在他对面 则是一个圣袍雪白的高瘦男子 脸上一片空白 专程为你打造的屠龙枪 果然是奏效啊 无面者淡淡地笑着 随手便将价值连城的长枪 丢了下去 长枪的作用 是封进贝德维尔体内的龙血 令其无法龙化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 龙枪就没有意义 不过很以为还能顺便去到你半条命了 你倒是顽强 实力比资料显示的强上不少啊 贝德维尔皱眉 感受着体内越发衰弱的龙翼力量 脑中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玛丽娜和爱莲在哪里 听到这个问题 无面者顿时一惊啊 在他看来 那两个人和大主教罗万 不是已经被贝德维尔救走了吗 现在问起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当日救人的是另有其人吗 不过 无面的好处 就是没有人能够从表情阅读他的心思 压下心中疑惑 无面者哈哈笑 哈哈哈哈 那两个叛教的女杂种啊 已经被我吃了 尤其是你的女儿啊 哎呀 滋味真是异常鲜嫩 我用竹签 足足穿了一百串 吃了一整夜 哎呦 一犹未尽啊 哈哈哈哈 你找死 贝德维尔眼球一片血红 正面直扑向无面者 他体内龙翼的力量 被压制到了极限 但属于圆桌骑士的力量 却因此推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明文流转的长剑 顷刻间便挥舞了千万次 掀起了一股摧毁一切的龙卷风暴 无面者身形闪烁 巧妙地避开了每一次斩机 但是他的反击也被贝德维尔的骑士重甲弹开 无功而返 哦 出乎意料的强大 暴怒之下都不露破绽 不愧是曾经的圆桌骑士啊 无面者不慌不忙 不过 只要人性的弱点还在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说话间 无面者取出两柄短剑来 与贝德维尔近身作战 虽不能伤敌 却也能够将贝德维尔死死缠住 与此同时 地面上又出现了一个无面者 气息较天空上那个弱上许多 但独特的气质却和原版一般无二 哦 那两个女杂种不是贝德维尔救的吗 不过气息明明就在此处 罢了 总之先把他们找出来 逼贝德维尔救范就好了 对付贝德维尔这样的老兵 虚言动下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真的将他老婆孩子控制住 才能够切实影响到他 而另一方面 贝德维尔顽固不化却极重感情 就算痛下决心要牺牲玛丽娜母女 但当他们真的出现在眼前之时 他也不可能铁石心肠 不受影响 所以先将他们揪出来 虽然两个人的气息像是被刻意遮掩了 但是对于他这位圣光教的处刑者而言 背叛者的气味 那是永远也无法遁形的 在那儿吗 无面者只用了一息时间 就确定了玛丽娜母女的方位 趁着天上本体将贝德维尔缠住 分身立刻赶往了玛丽娜的住处 那是军营区内 攻击新兵的住宿区域 玛丽娜母女就在一栋独栋的别墅的二层 无面者行动之时无需奔走 而是直接通过闪烁的方式移动 每一次身形闪烁都能够移动近百米 几次眨眼的功夫便到了小楼的二层 二楼 玛丽娜抱着女儿 惊恐万分地看着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无面者 走吧 无面者淡淡地说 伸出手抓向玛丽娜 然而一道锐利的剑光却半路拦截下来 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了 自证腔圆的通用 但说话的人却是地道的九州修士 在这种地方 这个时候遇到九州人的确是出人意料 但是无面者根本不加理会 别碍事 杂鱼 接着他神形一闪 便越过那九州修士直接去抓玛丽娜 然而闪烁落地之时 却发现空间已经变了 四周是血色的苍穹和大地 密集如林的残剑之种 没有人能够越过我的剑尾 王禄淡淡地说着 然后转过身来 圣光教与龙城卫士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数千目是引动神才圣剑 是战争开始的宣言 无面者藏身圣剑之中偷袭贝德维尔 则是在印证他的承诺 战斗中他永远冲在最前面 当双方的最高领袖在半空中生死激战时 大规模的战斗随即展开了 圣光教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军营区 数以千计的牧师 服从圣光教调遣的圣骑士团 以及裁判所的裁判官们 跟随无面者的步伐涌向了军营区内 龙城卫士们措手不及 失了先手 顿时被挤压在军营区内 但这军营区 却是他们经营了数十上百年的结晶 每一座堡垒 每一块城砖 都凝聚着龙城卫士的力量 只要聚相而守 就算圣光教能够先生夺人 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战功 除了圣剑神才而击毁那座堡垒之外 龙城卫士牢牢控制着 其余的所有堡垒 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将圣光教的千军万马 都隔绝在外 顿节实力 圣光教数败于龙城卫士 看啊 龙城卫士毕竟是专业的战士 占据地利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以医当时 兔崽子们 给我打起精神来 注意对方阵中金色的光明之战官 只要干掉他们 对方完全就是一盘散杀 没见过血的牧师 和大少爷们组成的圣骑士团 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我们是光荣的龙城卫士 不能输给这些下三滥 龙城外围 一座堡垒上 高阶卫士马库斯大声咆哮 同时用手中炼锯 将一个又一个冲上来的敌人 给斩杀掉 他所处的堡垒 本于战场最前端 本来与其余几座堡垒互为几角 坚不可摧 但是因为神才的缘故 直接摧毁了最重要的一座 如今便显得孤立无援 很快就被圣光调的军团 团团包围 陷入了绝境 堡垒最下面几层已经失陷了 残存的龙城卫士 已经被逼到了顶层 包街卫士马库斯 亲自顶在最前面 努力拖延时间 等待支援 尽管任何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支援恐怕是到不了 那么至少在死前 多拉几条圣光狗陪葬 嘶吼与陶笑间 忽然传来几名卫士的惨叫 顶层另外一处防线 已经遥遥欲坠 原来 圣光叫的光明之正 关键马库斯的防线坚不可摧 便指挥三名相对听话的精锐牧师 绕到侧翼轮番攻击 造成严重的伤亡 马库斯吐了一口血水 聘着遭受反噬 一步上前 便将光明之正关给斩成两截 然后 反手一到猎羊斩 便将几名牧师打得是金断骨蛇 然后迅速折返回来 依然顶在最前线 他手提光明之正关金灿灿的头颅 大声叫喊 提震士气 看到没有 这种金色杂碎的确是厉害 但是圣光叫的崽子们是乌合之中 他们没有血性 没有骨头 没有战斗的意志 只是行尸走肉 就连自己的指挥官也保护不了 豁出命去 占了这些执政官 胜利女神就在我们这边 然而手下 却是有气无力地回应道 知道了 同一句话说一次就行了 不要反复说 搞得像传销一样啊 长官 哎呀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六集 在母女体内种下的 马库斯既是好笑 却也是安饿 龙城卫士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是素质明显凌驾于对手之上 即便出动光明之正关 但是巧妇难为五米之翠 一群没有斗志 贪生怕死的牧师 如何能够攻破龙城卫士的防线 堡垒下面几层 可以说是他拱手让人的 而这最后一层防线 他寸步不让 这些无能的神棍是没办法的 我们的人 只要谈笑风声之间 就能将对手的攻势全部瓦解 至于人海战术 来 尽可能地吊人过来 这座堡垒吸引的力量越多 其他各处的压力也就越轻 马库斯早就做好了 以身殉职的准备 无怨无悔 小子们再加把劲 打赢了这场战斗 老子请你们去 幽梦蓝海的姑娘们那儿快活 嘿嘿嘿 长官 说话得算数啊 我要是没死 我有五个 我呸 就你那个火柴棍 一个都填不薄 还是让给其他人吧 马库斯哈哈大笑着 然而笑声却忠道而止 一柄沾着鲜血的剑尖 从他胸前透了出来 他最信任的副手 正用尽全身的力气 将一柄双手中剑 刺入马库斯的体内 剑尖上附着狂乱的斗气 疯狂搅动着马库斯的内脏 煞时就撕碎了他的生计 马库斯却万万也料想不到这样的变化 张开嘴想问什么 却只是喷出了一盆血 以及大团的内脏碎片 与此同时 从错误中反映过来的龙城 为什么 煞时间就将背叛者无马分尸了 只是所有人 也都用难以理解的目光看着他 为什么 你不是马库斯长官最看重的人吗 抱歉 我的家人 还在军营局外面 同一时间 相思的场面不断地发生着 龙城卫是刚刚稳固下来的防线 开始因为背叛者的频频出手 而四分五裂 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龙城卫是的防线 就像精密运转的机器一样 任何一个部分都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一旦频频出错 就可能全盘崩溃 龙城卫是不是没考虑过 教会派来的卧底 但是几十年下来 哪一个可疑 哪一个值得信任 其实高层心中都有数 作战时自然就有所提防 但是这一次 选择背叛的 却往往是深受信赖的龙城卫士 其实 这也是根本无法避免的 龙城卫士并非禁欲的组织 大多都有自己的家庭 其中一部分家人 选择生活在军营区内 但是更多的 还是愿意在龙城的居民区里 条件更为方便的地方生活 所以 当圣光教突如其来的袭击 将军营团团团包围以后 等于便将龙城卫士的家人掌控在手里 成为一张最有力的王牌 想不到啊 这张底牌的效果比预期还好 你都没做任何战备嘛 天空中 与贝德威尔激烈交战的无面者 好奇地问道 虽然是奇袭 但你真的毫无防备 无面者笑 比我想得还聪明 当初玛丽娜被人救走 多说有些故意为之 因为玛丽娜等人 必然将她的存在泄露出去 引起贝德威尔的警惕 然后 就是仓促的战备 但是即将发生战争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龙城卫士 真的能在短时间之内团结一心 全力备战吗 当大部分家人还在军营之外 当所有人都已经习惯在龙城 相对安逸的生活 他们能够短时间内 就调整好心态 投入战斗吗 如果给贝德威尔几天 十几天的时间 或许他能够以自己的威望 跟手段 改变龙城卫士的心态 但是 只有一天 乃至半天时间 他能够做得到吗 龙城卫士 最大的武器就是团结 训练有素 一旦士气涣散 根本无力抗衡 圣光教的人多势众 无面者留了一颗钉子 但是贝德威尔却根本没上当 宁肯被打个措手不及 但是突如其来的战争 所有人都无从选择 只能够本能地抵抗 挣扎 求生 却反而会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 按照无面者的推测 最顺利的情况 龙城卫士们应该连第一轮都撑不下去 但是现在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了 虽然是杂种 却是不错的对手 不考虑投入沈光的怀抱吗 可以给你特赦哦 无面者淡淡抛出了诱饵 贝德威尔的回应 则是排山倒海的重剑横扫 剑光越过无面者 越过龙城 将远方的雪山斩去一角 雪落如崩 真是好强烈的愤怒啊 都快形成实质了 和你这种傻大黑粗的对手交战 太无趣了 无面者闪烁地避开贝德威尔的骑士剑 同时不断地以法术扭曲空间 避免被对手在空间层面困住 同时又困住对手 然后 他的注意力则渐渐分散到了另外一边 那个九州的杂粹意外顽强啊 区区终结职业者 有这么硬啊 另一边 打我呀 你用力打呀 不杀了我 可走不出我的本命神通啊 更没法挟持贝德威尔的老婆孩子 说来作为幕后黑手 应该一登场就霸气外露 秒杀四方啊 你这反派当得真是不专业啊 剑之事剑 王露的无相剑 画出三尺剑围来 无面者的分身则站在剑围之外 无比困惑地观察着对手 明明只是个相当于中阶职业者的杂鱼 为什么他的防御能力却如此强大呢 虽然自己只是微能不足十分之一本尊的分身 但是实力也足以碾压出路高洁的职业者了 而刚才变化了三十多种手段 却都攻不破他的剑围啊 就算传说中那些至高血脉的职业者 恐怕也没有这么厉害吧 这个来自东方的一端 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不过 爸 具体内容 等胜利之后再慢慢审 现在的重点 不是他 哼 继续在这当你的乌龟吧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 说话间 无面者的气息陡然间强大了一倍 他从本尊处提取了一层力量 强化分身 然而并不是用来击破剑围的 而是镇压王禄的本命神通的 升光的意志不受任何束缚 自在自为 无面者将强大的圣光之力 以炎灵的形式爆发开去 顿时将这残剑的世界 破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啊 你的三尺剑围的确是厉害 不过固有结界就差得多了 下辈子有机会 再重新修炼吧 无面者的身影越来越飘忽透明 显然这个被打破的世界 已经很难束缚住他了 当无面者脱困之后 王禄保得住自己 却未必保得住玛丽娜母女了 想走啊 可以啊 只要你离开 我立刻激发诅咒杀了玛丽娜母女 你有本事 拿尸体去威胁贝德威尔吧 无面者把一转过去的身子 缓缓转了回来 你说什么 玛丽娜母女体内 有我事先布下的诅咒 你敢走 我就敢杀 无面者愣了一下 你果然跟贝德威尔不是一边的 不过 杀了他的妻子孩子 你不怕他跟你翻脸吗 哼 不在一边我怕什么呀 杀了无面者 观察了一下网络 心中便有了决断 我的确没想到你会有这个变数 这枚妻子送你了 我不要了 说完 无面者便闪烁消失了 并非离开 而是彻底消失 这一尊分身被本尊完全吸收了 而同一时间 天空中的贝德威尔 传来痛苦的咆哮 加强本体的实力 以最快的速度压制贝德威尔 只要杀了贝德威尔 战争的胜利自然到手 何须一个莫名的变数纠缠 玛丽纳母女是不错的棋子 但也仅仅是棋子 她不要了又能怎么样 而王禄 收回了本命神通 看着天上不断恶化的战局 摇头笑 变数 今年所有的变数之中 我是最不值一提的 龙城上空 贝德威尔与无面者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收回分身后 无面者力量暴涨了一截 开始转手为攻 无穷无尽的盛光法术 如潮水一般涌向贝德威尔 圆桌骑士孤高的身影 在茫茫光海中 显得特别卑微而渺小 完全落入了下风 无面者的战斗方式非常特别 明明在力量上 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但出手时却以攻心为上 圣光的能量 被她操控着化为种种幻术 将对手最为恐惧的画面 投影出来 时而是玛丽纳母女惨遭分尸 时而是贝德威尔昔日的战友 浑身浴血向她索命 她甚至能够投影出 贝德威尔发誓效忠的 骑士王的幻影 勒令贝德威尔跪地求饶 放弃抵抗 这些幻术 对于心智坚定的战士 自然是没有太多效果 但是面对一个 本就成压倒性优势的对手 任何一丝的迟疑 惊异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污蔑者不需要贝德威尔心智崩溃 只要她稍稍陷入幻术的困扰 就有一连串的致命打击 紧随其后 贝德威尔手持骑士剑 随着剑身上明文的流转 由骑士王赐予她的力量 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 推动着她继续战斗 她无意去恼怒对手的卑鄙 污蔑者对人性的玩弄 已经属于本能了 这就是她的战斗风格 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何况胜利者不受任何谴责 自己所要做的 就是令心灵无限接近冰冷 不受任何的外物动摇 如此才能有那么一丝 微不足道的胜算 两位高阶职业者全力激战 令天地都为之变色 龙城的天空被剑气与盛光撕裂 晴朗的日空被分割为无数的碎片 有的乌云密布 有的电闪雷鸣 还有的呈现深邃的夜空 更有的甚至出现了地狱的风景 天地的法则已经开始紊乱了 使得没有任何人敢靠近天空战场 只能够安静地等待两位高阶高级的至高强者 分出胜负 事实上 整个龙城攻防战 虽然所有人都厮杀成了一团 但实际的战场是严格分层的 不同力量的敌人 不会轻易对着 因为那样毫无效率可言 例如贝德威尔和无面者 虽然力量有差距 但都是高阶高级 接近传奇未接了 第一级的高阶中级职业者 根本就无法插手这两个人的战斗 单单是战斗的余波就能够将其粉碎 非要投入几十名高阶职业者 才能对战斗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高阶职业者哪能这么浪费啊 第一级职业者 在更高一级的对手面前 很难有生存能力 用单纯的人海战术非常没有效率 当然 高等级的职业者 完全可以横扫低等级职业者 但是对方阵营的高级职业者 难道会袖手旁观吗 战斗的关键是在中层 大多数阵营间的战斗 胜负都是从中层战场开始的 因为高阶职业者 大多有较强的生存和骚扰能力 除非绝对实力相差太多 否则至少可以拖延住对手 而高层力量就相差许多 那就不成为战斗了 纯粹是屠杀了 一般而言 中层战场一旦决出胜负 那就是可上可下 非常灵活 队下可以风卷残云一般的清理掉低级职业者 队上 一直准备充分的中级职业者队伍 也是极其有力的棋子 所以 中层一向是战斗的关键 而现在的龙城战场上 两方势力高层明显相当 龙城虽然处于劣势 但是还能够支撑 而圣光教的中层力量 却已经呈现压倒性的优势了 事实上 论其中层的数量 圣光教远在龙城卫士之上 只是龙城卫士作战经验丰富 加上军营区的地力 才能够勉强支撑着 但是圣光教发动龙城卫士中的叛变者后 这股均衡就被打破了 最外围的防线很快就被突破了 圣光教在骑士团的带领下迅速突入内线 与龙城卫士短兵相接 快速蚕食着对方的生存空间 转眼间 战线已是摇摇欲坠 哎 你的手下正在被屠杀呢 你不打算做点什么吗 天上 无面者淡淡地说 贝德维尔根本就不屑回应 他转动骑士剑的名文 继续变换着攻势 试图捉捕到对方闪烁的轨迹 他的对手就是无面者 除此之外 无需考虑任何事情 在这个时候 如果因为分心而落败 那只会将一个恐怖的魔鬼释放出去 那反而对战友是不负责任的 无面者间挑拨无效 还是说 你对内线堡垒就那么有信心 说话间 龙城卫士已被圣光教逼入 最内线的防御圈了 由三座堡垒支撑着 贝德维尔的釜底围核心 也是军营区的最后一张王牌 当绝大部分龙城卫士缩入内卫之后 军营区内 一阵地动山摇 三座位于内围核心的堡垒 拔地而起 青色的砖石 如同具有生命一般 流水式地如动起来 方方正正的堡垒 拔地而起 变成了砖石构成的巨人 这些巨人 是极其强大的炼金生命体 任何一个都拥有高级职业者的实力 而在狭小的战场内 杀伤力更是无与伦比 他们力大无穷 而且行动迅锦 变身后立刻挥舞重拳 狂拍猛砸 将圣光教的先锋圣骑士们 打得是金断骨折 这些巨人的拳头 如同小山一般 而恰好圣骑士们为了压缩战线 阵型非常密集 这一拳打下去 往往就是十几个人化成了肉酱 而巨人青色的躯体 却是坚不可摧 任何圣光法术打上去 都被对手化为无形 起不到任何作用 遇到这样的对手 圣光教的前线军团 当时具有崩溃的倾向 而龙城卫士士气大振 还是全力的反扑 竟是将战线硬生生的往外 推了一大劲 原先绝对的劣势 也稳稳显示出了翻盘的希望 几十年的经营 的确是不容易啊 这种被圣光祝福过的青砖 竟然被你积累了这么多年 能够打造三具堡垒巨人呢 龙城教区的确是烂透了 需要好好进化一下 无面者一边压制着贝德威尔 一边饶有兴趣地 评价着下方的战场 不过几十年的经营 周期太长了 你认为我真的对这三个巨人 一无所知吗 年一圣光法术的青砖 是我们圣光教制造的 你认为我们会没有任何后手吗 贝德威尔不答 只是骑士剑的攻势 就越发猛烈了 而此时 圣光教中一名高阶牧师 忽然挺身而起 大声朗诵道 世间的一切祝福来自圣光 圣光的意志引领一切 凡是圣光窃取的 必不长久 必遭圣光的惩戒 与此同时 三尊青石堡垒巨人浑身剧烈颤抖 构成身体的每一块青砖 都在高阶牧师的朗诵下 痛苦的呻吟起来 圣光的奇迹来自圣光 而牧师作为圣光的代言人 自然有权收回这些奇迹 只是片刻功夫 三尊巨人身上 便不断腾起白金色的光球来 那是圣光祝福之力 也是免疫圣光法术的源泉 但此时都已经被驱离了 没有法术免疫 青石堡垒巨人 就像一只大号的靶子 圣光教的牧师们重整齐步 大量法术轰击上去 很快就将巨人给淹没了 这些强悍的炼金生命 发出震天的哀嚎 却不可避免的 被一点一点的瓦解 此时战场一脚 一位神色悲怆的老者 开口说道 圣女大人 请让我去制止这一切吧 这场战争毫无意义 制止这一切 你做得到 一位首题常见的九州修士 倾笑着插话 小心自己被卷进去 身败名列 无论如何 我必须尽我所能 阻止这场悲剧的继续 不见黄河不死心呢 那你行进去吧 我等着给你收拾啊 九州修士 见自己劝说无效 满不在乎的怂怂间 期待你的好消息 老人深深地注视他一眼 然后向自己效忠的圣女说 圣女大人 我去了 圣女点点头 嗯 期待你能和平解决这场纷争 旁边 某人微不可查地自言自语道 和平 哎呀呀 你还是太天真了 哎呀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八集 蛇灿莲花下 战场上 形势再一次向着 不利于龙城卫士的方向倾斜了 三尊轻石巨脸 在法术的密集轰炸下 遍体鳞伤 接近崩溃 龙城卫士们士气大错 被渐渐地压了回去 而原先构成内围防线 核心的堡垒已经站了起来 所以此时内围防线等于无险可守 若是再次被圣光教压倒 战场局势就再无逆转的可能 不过 就在牧师们准备一鼓作气 将三尊轻石巨人彻底瓦解之时 一道白光腾空而起 大主教罗万的声音响彻四方 圣光的子民们 请你们住手吧 战场上煞时间陷入了宁静 交战双方不约而同的同时助手 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天空上的大主教身上 通过圣言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之后 大主教罗万慷慨地说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阴谋发动战争的 是卑鄙无耻的窃取圣光的魔鬼 我们与龙城卫师们和平相处这么多年 为何偏偏要莫名其妙地发起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呢 几十年来我们从不是敌人 纵然信仰不同 却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天地间 我们是朋友 我们之中 有多少人拥有对方阵营的朋友 我们之中 又有多少人 暗暗倾慕着另一个阵营的他 从最初的冷漠 到后来的逐渐熟悉 终有一天 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姐妹 所以 为什么要彼此伤害 为什么要掀起腥风血雨 你们谁来告诉我 为什么 战场上 正是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所有人寂静无声 我知道 是因为某个卑鄙无耻的魔鬼 假借圣城的名义 强迫你们厮杀 强迫你们发动一场 非正义的战争 他伪造圣城的印记 拥有强大的武力 你们无所适从 只能听命 而我 却为其禁锢 无法现身拨乱反正 但现在 一切都该结束了 大主教罗万的声音 在龙城上下反复回答 作为当事人 无面者对此只是审笑了一声 仿佛看到了一只狂吠的野狗 而后继续攻向贝德维尔 而贝德维尔则同样没有注意 罗万的存在 心神全部投入到 与无面者的战斗之中 伴随着天空战场的激烈打斗声 战场上渐渐有了对话交流的声音 片刻之后 一个龙城卫士高声喊道 我停手 说得容易 这里死了这么多人 怎么停手啊 你能让他们复活过来吗 没错 若是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 你现在制止到也罢了 如今血流成河了 你还妄想让大家停手 你以为你是谁 就连圣光教的牧师们 此时也有些傻红眼 大主教罗万的威望再高 也不可能让他们就此罢首 罗万却是暗暗叫苦 当日他与无面者过过一招 被圣光法术打成濒死的状态 后来侥幸被王禄救回去了 的确是逃过了一命 但在跪拜了圣女贞德之后 没多久就伤势爆发 昏迷不醒 直到战争正式打响 圣光的能量激荡不休 他才感受到苏醒过来 也就是几分钟前 那时早就血流成河了 但现在他别无选择 必须制止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并非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意志 你们只是被人利用了 沦为他手中的刀和剑 若有罪孽 你应该归咎于一手掀起这场阴谋的罪魁祸首 你看 他还在你们头顶摇扬威呢 罗万全力鼓荡圣光之力 令自己的生意能够更好地激荡人心 诱导他们的思维 圣光的子民啊 请你们认清自己的敌人 调整刀剑的方向 龙城的青睿们 盛光的忠实仆人们 请你们放下一时的仇怨 不要再让亲者痛仇者快了 你们有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威胁 至少现在 此时此刻 请你们连起手来 将最大的恶人铲除 听到这话 在场之人无不心动 对于圣光教的人而言 若非这莫名其妙的裁判长 谁愿意和一个实力 与自己相差无击的对手开战 他们在龙城享受着 布莱东尼亚土地上 最奢华的生活 最安全的环境 有外地威胁事 一向是龙城问世这帮苦力 去解决问题的 铲除异端之类的事情 早就不放在心上 当然 或许圣光教在龙城一家独大 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但是这份利益 若是非要大家拿命去换 代价就未免太大一点了 而且无面者的高压政策 也让他们心存迟疑 事实上 直到此刻 圣光教在战场里的表现 一直都不算是太积极 他们经过无面者的整合以后 综合实力数倍于对手 但实战当中 优势并没有那么明显 而对于龙城卫士来说 也算是缓了口气 能够先整合力量 帮城铺大人 解决那个最强的对手 自然是好的 即使就算是圣光教 还想继续开战 龙城这边也不怕了 腾出手的贝德威尔 足以横扫战场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 大主教罗万 成功挑动了场内人的情绪 仇恨的焦点 渐渐转移到了无面者身上 然而 对此 无面者只是冷笑了一声 哼 表演完了 那就轮到我说一句了吧 说话间 天空中无面者分出了一句话身来 力量只有本尊的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那股闭逆众生的气势 却丝毫不弱 你们这群蠢货 居然为一个叛教者的言辞所获 你们对圣光的信仰都喂狗了吗 无面者丝毫不在意自己恶毒的攻击 会引发多么大的仇恨 因为他有足以一击定乾坤的沙爪 你们敬爱的前任大主教罗万 是环山引修会的成员 如果你随意拦住一个人问他 说环山引修会是什么呀 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环山引修会 就算是在圣光教内部 也是不得随意传播的秘密 在场的数千名牧师圣骑士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知道这个词的含义 简单来说 就是一群潜藏在教会内部的叛逆者 他们同样拥有圣光的信仰 但是与教会却不是一条心的 表面服从教会的统治 却在暗中谋划着轻浮 教会内部的官方说法是 环山引修会 是一群无耻窃取信仰的异教徒 虽然能够使用圣光 却是教会最大的敌人 不过 环山引修会的存在也有很久了 对于熟知内情的人 环山引修会意味着 现在的圣光教的统治 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光明正大 或许圣光之海是至高无上 但是他们的人间代言人显然不是 当然 至少明面上 环山引修会依然是圣光教的死敌 最大的非法组织 对引修会成员不问理由是见面就杀了 你说 大主教是环山引修会的成员 有什么证据啊 一名素来敬爱大主教的牧师大声质问起来 最开始 污蔑者声称大主教和圣女叛变时 他就心存怀疑 如今更是声称大主教是引修会成员 简直将他往耻辱柱上定了 而且这么毫无证据地污蔑一个人 如何让其他人信服啊 证据 既然罗万在场 你为何不让他亲自出示证据啊 罗万 将你的信仰之心展现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不是引修会成员 我就自裁在你面前 如何啊 无面者哈哈笑 干脆拿出一支笔来 在自己脸上画了一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出来 罗万啊 只要你肯展示信仰之心 若是我冤枉了你 我就自崩信仰之心 死在你面前 我说话算话 可以信仰立事为证 所以就看你的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罗万 华雅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九集 琉璃花开 若是莫名其妙被人质疑 要求自证清白 罗万大可赫之道 我没必要向魔鬼展示信仰 他几十年来的虔诚 也足以取信于人了 倒是无面者 一上来就高压政策 逼反了大主教和圣语 手段激进乃至毒辣 很有必要展示一下 他的信仰之心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无面者将赌注堆到无限大 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 罗万只能够跟上 他先前将无面者渲染成万恶之源 只要消灭了他就可以和清海燕 那么现在有一个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够消灭无面者的办法 你用还是不用啊 只要稍稍折损一下你的面子 就能够让恶徒瘦首 你做是不做啊 罗万根本别无选择 迎着千万人的注视 罗万叹了口气 不愧是圣诚最锋锐的一把尖刀 想不到这么多年 都不曾有人发现的这个秘密 在你眼中却昭然若揭 说话间 罗万敞开胸怀 胸线一道白光亮起 一颗白金色的新型事物浮现出来 那是罗万的信仰之心 与此同时 龙城内外 一阵阵惊异的呼声此起彼伏 信仰之心的光泽纯净而剔透 象征着罗万对圣光坚定不移的信仰 作为教区的大主教 罗万的信仰无疑是坚定而虔诚的 但在信仰之心上 却是有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仿佛丑陋的伤疤 异常瞩目 而就是这道印痕 引发了无数的惊呼 因为那正是环山引修会的标志 无面者说的没错 这位服务教会几十年的大主教 正是教会最大的叛逆者 被人揭穿了最大的秘密 大主教却显得格外的镇定 他淡淡地收回了信仰之心 穿好了圣袍 然后说道 自从八十年前 圣女贞德被烧死在火刑架上 我就知道 这个教会已经不可救药了 一位拯救千万信徒的圣者 被硬生生污蔑为一端邪魔 而教会的高层首脑 却沉浸于淘宝城中的黄金王遗产 甚至不肯回头看一看 在自己背后发生的罪恶 尽管事后 他们追授了至高圣女 但却禁止贞德的事迹 在世间流传 不断抹杀了她的影响 令世人淡忘她的存在 以此来折盖自己曾经的失误 顺带一提 当初做出决策 以及亲手执行的两位圣者 没有受到任何的追究 他们做错了事 杀错了人 却逍遥法外 这样的教会 让人如何不去质疑啊 一番话 说的并没有什么太侷侃激昂的 几十年闷在心头的秘密 一招揭穿 罗万卷无喜无悲 因为一切都无所谓了 她已经再次见到了贞德圣女了 就算历史死去 就算是身败名裂 又能如何呢 只可惜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却没能够实现圣女的期待 这场战争靠她一个人 是平息不了了 这个真是感人至深的发言 盘教都能盼得这么精彩 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 可惜啊 如果你不入隐修会 舍得身败名裂 以大主教的身份 将刚才那番话公致于众 还能有些说服力 现在嘛 我听到的只是叛徒者的一语 盛光教徒们啊 排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带着同情心和叛逆者 一道走上邪路 要么就用手中的刀剑 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吧 无面者的分身说完 便梦幻泡影一般的消失不见了 被本尊吸收 继续压制贝德维尔的 而战场上 气氛也开始迅速变化 那些曾经同情大主教 对无面者心存迟疑的牧师 纷纷在心中做出决断 大主教的故事 的确是精彩 但是再精彩的故事 也掩盖不了 它是叛逆者的事实 环山影修会的意义 就算原先不知道 此时战场上 人们口口相传 也都分分了然 那是根本不用多问理由 见面就能够杀的 教会死敌 任何同情 支持影修会的 无一例外 以叛教论处 如果说原先人们 对无面者这个 突如其来的裁判长 还有很大的怀疑 但是此时 怀疑之心却打消了很多 不面者行事激进 因为此次面对的对手 是担任大主教 一直超过四十年的 地头蛇 龙城上下 到处都是他的势力 如果没有雷霆万军的 骑袭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 虽然心中仍有不忍 但是 环山影修会的成员 那必须死 圣光教一变 前所未有的士气 凝聚起来 牧师跟圣骑士同仇敌忾 握紧了手中的兵刃 哈哈哈哈 卢万 多谢你自暴其短 让我们的军队 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了 现在 是时候发起总攻了 将叛教者 和异教徒们 一网打尽 随着无面者的狂笑 圣徒们开始大举压上 为了能够更加靠近前线 牧师们的阵型已经变得更加密集了 尽管承受伤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但在圣战之下 眼看着圣局已定 人们也过不了那么多了 在这个时候 用勇于牺牲的姿态 证明自己 比任何事都重要 而同样是在这个时候 冷眼旁观的王禄 淡淡说道 采花行动 可以开始了 战争进入了最后时刻 战场就像是一颗鸡蛋 龙城卫士们 被白色的圣光军团压缩成了一团 失去了最后三座堡垒的庇护 龙城卫士无险磕首 用血肉之躯 铸成了防线 遥遥欲坠 至此 龙城卫士承受的伤害还不算太大 先前几次战场转移 都是用宝贵的空间换取喘息之机的 龙城卫士在场的三十多名高阶职业主 经历了激烈的战斗以后 只损失了三四人 中层的伤亡较为惨重 但是也不到五分之一 以龙城卫士的精锐 事迹并没有太大的折损 而圣光教的损失则要大上一倍 此次全力动员 加上无面者从省城带来的高阶职业主 共有八十余人 同样是折损了十分之一 中层更是损失惨重 双方勉强形势均衡 但是 势均力敌的态势也就到此为止 失去了全部的战略纵深以后 龙城卫士的地力几乎全部都粉碎 再也无法依靠熟悉的地形 和事先布置的阵法 发挥战术特长 以局部优势迅速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必须依靠血肉之躯 去面对数倍于自己的优势兵力 龙城卫士们 就像一颗被高度挤压的鸡蛋 随时可能粉碎破裂 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扭转局势的方法 最强的首领贝德威尔 在空中陷入了苦战 银亮的骑士重海遍布伤痕 就连骑士剑上的名文都忽明忽暗 瑞丽的剑气暗淡无光 比起最初那一丝鱼不也能够斩断山巒的强大 威力已经下降了一半多 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龙城卫士的高阶职业者 面对的是两倍多的同级对手 只能依靠燃烧生命的禁忌手法来勉强抗衡 中层力量可以依靠战术指挥来以少胜多 但是圣光教徒们也渐渐适应了光明执政官的指挥 战术上迅速追赶 引引有了反超的势头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 龙城卫士此刻都已经必败无疑了 此事 除非能用一股外部力量足以影响局势 但是龙城方圆千里之内 哪里还要足以颠覆局势的外力 空中 无面者再一次以近乎偷袭的方式 将附加了无穷诅咒的短剑 刺入贝德维尔的体内 将胜利的天平继续清醒 但与此同时 他的注意力却放到了下面 如果说 现在还有什么变化的可能 方才那个 用奇怪手法拦截自己 抓捕玛丽娜母女的九州人 就是最大的嫌疑对象 来吧 让我见识一下你们九州人的本事 念头刚过 战场上 一处百余名牧师聚集的地方 忽然爆发出了十余道 威力的剑光来 仿佛一朵盛开的彩虹花朵 花朵艳丽无韬 却蕴含着夺命的杀技 每一片的花瓣 都是锋利的剑刃 处之即死 花朵绽放 百余名牧师 顷刻间就被绞成了肉泥 而花蕊当中 一名身穿绚丽长裙的少女 正缓缓地收回散落鱼外的十余口飞溅 面上 笑颜 如画 少女的笑容 一闪即逝 当周围的圣光教徒们发现了他的存在 准备集中火力清除这个偷袭者时 少女已经收回了飞溅 身形画红 迅速向另一个角落飞去了 他的速度快得惊人 在场就连高阶职业者 惊恶间都未能够捕捉得到 数十道圣光法朱 落在少女原先所站的位置上 将彩虹花朵的幻影 打得支离破碎 但是已经于事无目 从上空上看去 人群密集的圣光教阵营 像是被声声挖去了一块一样 形成了真空 原先在场的百余名牧师 包括超过十五名中阶牧师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就已经被硬生生地 叫成了一地的残渣了 那少女的气息 看来甚至还没有越过高阶的门槛 但是一剑之威 竟已接近了高级中阶职业者的爆发 简直是骇人听闻啊 不过 无论是九州还是西医 真实实力远远强于表面境界的天才 都不显见 中阶等级 高阶实力 虽然骇人听闻 但也不是全无先例 所以 在最初的短暂惊恶之后 圣光教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考虑到那个九州少女的速度太快 一般人难以拦截 两名高阶圣级士 从战场上抽出身来 循着少女的身影追踪了过去 一般而言 对付这种爆发力惊人的少年天才 老城持重的高阶职业者是最为合适 只要面对少年天才们层出不穷的爆发手段时 能够不露破绽 最终 境界上的差距就会很快显现出来 而相较而言 拥有全身铠甲 肉身强度惊人的圣骑士 自然是最合适来承担这项工作 两名高阶圣骑士丢下自己的对手 追踪少女而去 他们身上有圣光法术的加持 速度快的惊人 而九州少女动作虽快 却不可避免地被圣光教徒们拖慢了脚步 而等到圣骑士们靠近 顿时就察觉出了九州少女的弱点 她的攻击力跟速度确实是无与伦比 但是自身的防御却并不强 方才几名中间牧师随手打来的圣光法术 她都不敢应接 而是转变了行动轨迹闪避开 对付这样的对手 只要配合其他人限制住她的行动力 然后顶好防御不给其可衬之机 胜利那就唾手可得了 前方圣光牢笼 一名圣骑士高声喊道 命令前方一个牧师团队 集体释放圣光法术 制造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挡在前面 这种圣光牢笼没有其他特长 只是特别牢固 然而少女见了 随手挥出一道赤红色的剑气 便将光壁打出一个空洞来 人从洞中钻出 速度是半点也被解慢 这家伙爆发力是有多强啊 生气是大吃一惊啊 数十名牧师联手 释放的圣光法术 竟不能够阻拦她分号 反而被她反过来利用了一次 少女打出的空洞并不大 勉强能够容女子通过 但是后面两位全服装的圣骑士 却万万过不去 只能够出剑将整个牢笼给击碎 而趁此机会 少女再次深化红光 冲入一个牧师密集的地方 绽放出夺命的彩虹花朵 收割了一百多条性命 见此一幕 两名圣骑士是目自尽列 立刻激活了战缺上的传送术 试图出现在少女的身旁 然后一左一右 从不同的方向向她施加压力 使用了战靴上的法术 会短时间干扰到盔甲的防护 但是两位圣骑士 此时也顾不了太多了 然而 当两位圣骑士身形一闪 刚刚传送完毕 就感觉头上一黑 一个庞然大物 当头照相 两个人眼前一黑 就什么也不知道 当周围几百人 眼睁睁地看着 一条杂毛狗 身形突然膨胀百倍 变成了一头猙獰巨兽 将两名高阶职业者 一口吞下 渣也不吐一口 哦 这是 蔑视魔狼 芬利尔的诱体 这是无面者第一次 在激战当中 本尊分神 关注下方的战场 无论是之前的网路 还是琉璃仙的爆发 他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然而 当蔑视魔狼 也惊现战场 无面者就不能再继续忽视下去 并不是蔑视魔狼的诱体 比前面几个人要厉害多少 而是 变数接连出现 使得量变开始引发质变 王禄 琉璃仙 蔑视魔狼 任何一个的作用 都可以等同于 高阶中级的职业者 而高阶中级职业者 整个战场上 也找不出二十个人来 这三个人的突然加入 足以打破一切的平衡 事实上 但是琉璃仙方才那两次爆发 就让圣光教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而后 蔑视魔狼出手 直接吞掉两名高阶圣骑士 周围的数百名牧师跟圣骑士 都受到了影响 不敢再继续前进 龙城卫士本来摇摇欲坠的防线 顿时获得了喘息之计 蔑视魔狼 在九州大陆里几乎无人认 但在西一大陆 学识广播的话 就不难听过他的名字 魔狼 芬里尔 刚刚进入成年期 就相当于传奇未见 完全成熟以后 更是可以跨入神明领域 是噩梦一般的对手 芬里尔最强的能力 就是吞噬 任何东西 一旦被他吞入口中 就是死路一条 以这条幼体的势力 本来只能够勉强相当于高阶低级的职业者 但是一旦偷袭得手 哪怕是防御力惊人的圣骑士 被他吞掉以后 也是顺伤 有他在 在场除了寥寥数人之外 谁也称不上是安全了 加上神话故事里 灭视魔狼曾经吞噬神明的传说 对士气的打击 简直是致命的呀 若是放任不管 虽然不敢说龙城卫士就能够翻盘了 但是终归是让战局平添了不少变数 可是圣光教主 又有谁能够奈何得了这几个突如其来的变数啊 这是想逼我出手了 好 如你所愿 无面者点点头 下一刻 无面者本尊忽然在战场上消失了 而被压制的几乎无法呼吸的贝德威尔 压了一松 半赏都是茫然若是 同一时间 刘立仙刚刚收回飞剑 就看到眼前多出一个身材高挑 白泡如雪的无面人来 关于这个人 师兄交代的已经够多了 他不假思索 十二口飞剑组成通明剑阵全力爆发 同时最强的杀招 仙剑破仓穷也握在手里 那令人惊骇欲绝的夺命彩虹 其实远远算不上是刘立仙的最强手段 渐心通明的权力爆发 威力足以令高阶中级职业者也心寒胆战 不过 对于高阶高级的无面者来说 刘立仙的手段再高明 也只是小孩子的把戏 未接差太多了 他甚至无需理会对手的打击 凭借圣袍跟肉身的防护 就能够抵抗下来 而他的攻击 刘立仙根本就连鱼波都不能触及 单单是出招前的威势 就压得刘立仙呼吸不畅 欲腐激荡 然而 在无面者出手的瞬间 一道令人分外感到熟悉的厚重剑光 在眼前亮起 王鹿 神出鬼没地挡在无面者的前面 三尺剑围撑起不破的避来 无面者的出手顿时缓了一口 仿佛不愿跟无相剑光硬碰 当然 区区中阶职业者的防御 再怎么强大 在高阶高级职业者面前 也是笑话 相当于化神级的修饰的能力 绝非是虚单级的王鹿 能够抗衡 但是无面者 却切切实实地在记载着什么 出手是有了一丝的迟疑 包括 下一刻 无面者就伸出右手 无上的玄妙之法 凝结在掌心之间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鹿忽然踏前一步 本来处于绝对弱势的无相剑 竟然主动找上了对手 横跨无数个境界的力量 碰撞 轰然爆发 一击之下 上百声清脆的破裂声 连成一串 仿佛有无数贵重的法宝 同时粉碎 同时 网鹿背后的光影一阵的扭曲 显出了白诗玄 微微仗红的脸道 这是网鹿精心准备的 权力一击 凭借从九州带来 以及在西伊本土收集的 无数宝物 再加上白诗玄的权力相助 打出了跨越境界的一世 无相 无明鉴 就算对手是高阶高级的职业者 也能够反弹一次 只限一次